爸爸媽媽,你好媽,Purple,李梓欣,特別嘉賓,威威,羅力威 其實很多時候,如果自己喜歡音樂的話,喜歡唱歌,都很希望將自己的音樂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威威也有很多歌迷,很多粉絲,很支持她 所以我覺得她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我想問威威,其實你入行,唱歌,小時候家人有一個很音樂的環境去培養你 其實你自己是不是小時候已經想著,我將來一定要是音樂成為我的職業 當然有的,但可能未必想到原來是做歌手一塊 當時你是打算做什麼的? 小時候可能會以鋼琴老師為偶像 哦,是嗎? 其實或者是以家裡的哥哥,他們去進發的 因為他們小時候覺得學音樂將來可能想成為一個出色的鋼琴導師 所以都沒想到原來,後來會演變成現在可能成為一個新進的歌手 嗯,那其實為什麼中間會突然有參加歌唱比賽啊? 其實你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其實當中是機緣巧合啊? 無心插漏啊?還是怎樣呢? 呃,自己其實都喜歡音樂的嘛 嗯 所以自己都會喜歡唱歌 嗯 當自己開始會去作歌的時候 那身邊的朋友就會開始知道了 嗯 也都會開始鼓勵支持 那去令到我去踏出這一步去參加比賽去唱歌給大家聽 嗯 Mai,剛才跟你說過,跟你聊天 其實你自己都很喜歡創作,很喜歡寫歌 其實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是幾多歲開始你發現自己有這個天分? 嗯,創作 嗯,嗯… 我記憶中是自己… 嗯… 怎麼說呢? 其實很多時候自己都會去… 去…去… 有空寫一下東西 嗯 或者看到一些東西有感覺的時候 然後自己無緣無故填一下詞 作一下歌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態? 嗯… 應該是說自己有時候會聽音樂 嗯 會覺得… 咦?為什麼這首歌可以作得這麼好聽的? 是 或者是… 嗯… 然後… 咦?為什麼這首歌又是這麼好聽的? 就是… 因為這些… 因為自己會有很多這些感覺 嗯 自己對音樂比較敏感 譬如無緣無故在吃飯 電視機後面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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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琴聲 或者有音樂 我是會聽得很清楚 是…是…是… 所以自己會很…很執著這些東西 嗯… 自己會去想… 嗯… 令到自己… 可以做到這樣東西 嗯… 所以… 很多時候自己都會去… 去…去… 嘗試去創作 很想去有一些好的音樂 或者是自己去…製作到出來的 嗯… 屬於自己的一些東西 好嗎?這樣說 因為是很有趣的 做創作的話 靈感一到呢 快起來就很快 嗯… 即…靈感一沒有 逼起來 你又要逼也逼不來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呃…有的… 嗯… 嗯… 自己會… 會覺得… 嗯… 其實… 都會很受… 很受… 想不到… 很受外在環境影響 嗯… 即是會有時… 譬如說… 我想都會有時 都會看自己的心情 嗯… 所以我覺得… 嗯… 即是… 創作歌手 嗯… 是… 我覺得他們都很辛苦的 嗯… 即是… 如果自己是想成為… 即是… 這一類的創作歌手 自己都要… 即是…有一個很好的… 即… 有很好的準備 即是… 有很好的心理準備 因為我知道… 嗯… 他們又要… 即… 有很多… 有很多事情要忙的嘛 之餘… 其實都很需要… 我覺得… 都很需要…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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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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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做創作有時都會辛苦在於… 就是… 你要趕交功課那一刻… 都挺痛苦的 因為… 要趕掉結局 但… 又要… 我經常說的 要… 吐… 但… 但不到你不吐的嘛 而且有時很有趣的 有些東西不迫就沒有 即是… 我身邊有朋友說 你不逼,你就不寫東西了,你這個人,逼著逼著,你就出來了 我曾經有朋友跟我聊過,你應該很喜歡創作的,你喜歡寫歌 我說你不要問我這件事,你若然問我創作,我怎樣形容呢? 我形容為十月懷胎生的兒子,你要很辛苦去孕育他成長 之後在生的過程也會很辛苦 生出來的時候,當然希望兒子可以快高長大,人見人愛,好像媽媽的心情 對著自己的作品就是媽媽的心情看著作品 當然希望他能有一個好的前途 的確是,我也覺得做創作一點都不好 但當中也有很多很開心的事,如果能夠寫得到自己喜歡的歌,其實這也是一個幸福 好,威威,其實我想問你,你入了行,做歌手,其實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其實是否支持你呢? 嗯,現在會很支持 支持 支持不支持嗎? 支持 你這樣說 因為基本上之前他們都不知道原來我是走進去這行業 所以你簡直沒有通知他們 沒有,他們每一集看電視看電視,其實都是這樣 那時候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原來一步一步進入這個行業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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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現在進入了這個行業 是 即家人 是 很支持我的 是 他們都沒有 並沒有去 即 他們除了說 即他們 除了支持我 嗯 就是 支持我 有什麼行動支持呢?其實 你會見到 或是你很感動,一定有的 嗯 嗯 即我 我覺得... 我很感謝爸爸媽媽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很聰明 很... 我有一個很聰明的父母 所以他們可以幫我安排 對...照顧得很好 對...照顧得很好 所以... 我覺得... 就算有多大的難題 都有家人和你搶腰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始終...初出入行的時候 我相信威威也會有些事情未必完全適應 或者可能有些事情未必習慣 其實我經常說 家裡就好像一個... 保護到自己一個地方 外面無論多風大、雨大 回到家裡就會有一種很安全的感覺 我相信如果聽你這樣說 初初其實... 比如說剛剛入行的時間 總有一些事情未必自己完全適應到 會不會呢? 嗯... 是...我都適應不到的 都是靠心眼的朋友 一路開解 最不適應是什麼呢? 嗯... 最不適應... 我相信應該都是... 嗯... 就是... 傳媒 面對傳媒 有時可能會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有時都會覺得... 譬如說... 傳媒可能覺得... 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稱號 例如說... 香港周杰倫 又覺得你好像現成玉 可能你會不會都會... 心裡都會有一些壓力 嗯... 有啊... 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 總之要面對傳媒 就要說很多話 不說話又不行 嗯... 講得太多的... 都OK 但有時... 但怕說錯話 嗯... 所以會很... 會覺得... 絕對是不容易處理的 嗯... 就是... 嗯... 因為... 是喔... 自理... 都可能還未習慣 明白的...明白的...明白的... 因為... 我覺得... 通常這些事情都是... 自己知道... 也都... 我覺得... 是自己... 會知道... 怎樣... 處理才是最好 嗯... 嗯... 我覺得... 有時... 很多人... 呃... 家人朋友有時... 呃... 我覺得自己會是... 最清楚自己的東西 嗯... 呃... 身邊的朋友... 家人... 嗯... 我覺得... 只要... 簡單地... 支持... 就夠了... 就是關懷啦... 關心啦...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 很重要的 而我亦都覺得... 家人那個... 有時精神上面的... 支持鼓勵呢... 嗯... 其實... 我覺得是... 比任何東西都來得重要的... 會否有時... 譬如你演出呢... 都會叫... 家人過來... 有時... 大型的演出都會過來... 看你表演的... 嗯... 我反而自己... 有... 少叫他們來看 是... 因為覺得很大壓力的... 可能會影響表演... 會不會這樣呢... 呃... 少少... 不少也有... 嗯... 不過他們... 所以... 他們會是... 自己靜靜地來... 來到... 我... 偷偷地支持你... 讓你不發現他的存在... 哈哈哈... 但是又讓我... 被我發現了... 哈哈哈... 當他發現的時候... 然後覺得怎樣啊... 爸爸媽媽怎樣啊... 你又被我發現了... 哈哈哈... 很頭恨啊... 哈哈哈... 所以... 就是... 覺得家人... 那麼遠... 那麼遠... 那麼遠的路... 對... 就是... 我覺得都很... 就是... 哈哈哈... 我明白啊... 我明白啊... 因為... 我以前都會覺得... 例如媽媽她很喜歡看我演出的... 她來看我演出的時間... 我都會覺得... 無形會多了一些壓力...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意見啊... 很多... 不同類型的... 希望你做好一點... 然後你就會覺得... 有一種... 你不如不要來看我啦... 你看我... 你還大了... 但是很有趣的啊... 隨著年紀的增長... 人大了的時間... 那麼... 有時候我又會覺得... 譬如有時候有些大型的頒獎禮... 或者一些... 我甚至有時候回內地的... 那麼... 我又會很想... 爸爸媽媽來支持... 你看的... 那麼... 當然是很樂意來支持... 而且一定是... 那種... 頭位不介意幫你舉起粉絲買那種... 但我有時候會問他... 怎樣怎樣怎樣... 我怎樣... 我剛才跳成怎樣... 我唱成怎樣... 然後我爸爸你又會很支持我不住那種... 你很煩啊... 都說好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問那麼多次... 你很失禮啊... 你經常要我讚你那種... 其實很有趣的... 你又很想爸爸媽媽去支持你... 然後有時候你很想他們... 很露骨地去讚你的時間... 然後爸爸媽媽又覺得... 嗯... 怕你囂張... 還是不要說那樣... 嗯...挺好啊... OK啦... 應該可以再好一點的... 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呢... 其實這件事呢... 一家人的一種... 無形的支持和鼓勵... 嗯... 但我亦都覺得生活上... 這件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嗯... 我相信威威都應該很同意... 是啊... 而且你看到爸爸媽媽來... 嘩... 你看著你... 看著你現在成功那一天... 你都會覺得特別開心... 嗯... 繼續有我們... 威威威在我們的... 爸爸媽媽媽... 你好媽... 其實節目都接近尾聲的時間... 其實這次上來我們的節目... 威威的感覺是怎樣... 嗯... 覺得... 都幾輕鬆... 哈哈... 所以... Warm up 了開始是不是呢... 其實現在才可以慢慢開始... 哈哈... 因為... 對於... 今天我的表現... 我自己... 可以再好一點的... 不... 下次再多一點上來... 就可以更加好一點了... 是啊... 我大波旅遊訪問你... 有說過你的童年往事... 又可以再 warm up 多一點... 嗯... 微波上面很多粉絲關於你... 因為都有通知他們... 大家就說... 今天會訪問你啦... 很多粉絲... 加油啦... 跟你說... 聽著你的節目啦... 這樣就說... 他不是害羞的... 熟一點的話... 其實都是很多話要說的... 其實是不是呢... 嗯... 是啊... 也是啊... 下次... 如果還有機會... 一定有... 如果你跟你見面聊天... 應該... 我會... 沒有今天這樣... 其實... 今天都OK... 你是一個... 我也是一個很傳統的一種音樂人... 比較... 熱愛音樂啦... 但又不是很懂得說話... 那種啦... 哈哈... 是的... 因為又不是很懂得說話... 因為呢... 很喜歡自己的音樂啦... 然後做自己的... 創作啦... 所以... 但很多時候... 如果熟的話... 又會無所不談的... 我相信你絕對是這一類人的... 有機會再多一點上來啦... 跟你的爸爸媽媽呀... 哥哥姐姐呀... 姐姐女女呀... 小朋友呢... 可以聊多一點... 可以聊多一點... 可以了解你多一點... 哈哈... 他是關心研... 重新出發再次... 多謝羅力威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威威... 謝謝Pickle... 有機會再請你上來... 好... 好... 今天爸爸媽媽的時間差不多... 拜拜... 從這邊一點一點... 滿 م Roh了啦... 是Pass名人... 超極 мест... 不潔接 Sydney... 沒有 người化神PM... ungefасть時... 你有院... 怎麼能・・・ 何想要他... yep... 我保信誠...